今天要拍的這條影片就是想說我的7月最愛 其實是拍過一次的 不過因為上星期我忘記了戴相機 我就在我化妝、換好衣服、夾好頭髮之後 找不到相機 我就用了一部電話 想著可能都可以 誰知我用了前鏡頭 畫質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重新再拍過了 大家經常都會問我戴什麼 有什麼推介 其實我沒有什麼私藏了什麼 通常我用的顏色牌子 都是大家比較易熟能長 或者是很多人都會用的 不過它最近因為出了一隻新的顏色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自己經常都會戴的 就是OLANDS的礦 你看到它這個盒子是綠色 沒錯 它是一個綠色的礦 你看到它裡面是有一種橄欖綠色的礦 不需要很害怕 不需要擔心 它這個橄欖綠色 你上到眼睛 如果你的眼睛是夠深色 你配上了這個綠色 是會有一種很自然的效果 它是啡啡綠綠的 絕對不會像外星人 而且OLANDS的DACON 是很舒服 戴十二三四個小時 雖然不建議 但是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不會覺得眼光 或者是你中間睡了一兩個小時 起床都不會掉出來的 那我自己就非常喜歡 那這個系列 它的直徑是十四點二 都是一般人可以持有的 不會說沒有眼白的 好了 那化妝品方面 最近也有很多觀眾 我問我夏天究竟用什麼粉底是好用的 那我自己這一陣子 天氣不是超級滿熱 然後太陽是極度毒辣的 那我就不是用一支粉底的 我就用了這兩支粉底 混在一起去化我的底妝 就發現了它的妝效是非常之美 有光澤之餘是極度持久 極度抗旱 也都有點控油的 因為夏天我不多不少都會出色 但是如果用了的時候 就完全沒有那些很噁心的溶妝 或者卡拉的狀況出現 我說了這麼多廢話 其實這個組合就是Dior Backstage的 Face & Body Foundation 以及Explorer的Protailor Foundation B Glow系列 我這個底妝組合 不是什麼精挑細選的 完全是無心插漏的一件事 你會看到Dior這個是偏深色 以及非常之水韻 很薄透的 而另外B Glow的這一支 大家看到它白到好像打底的色 而且它是比較稠 不會流得好像Dior那樣快的 遠看就更加看到分別 我自己喜歡這樣混在一起用 其實顏色就會比較接近我皮膚上的顏色 我這邊是一個擦開的效果 你會看到它是非常之有光澤感 它的光澤感是來自Explorer的粉底 我自己很喜歡它透出來的光澤 內蠔是比較滋潤和保濕 在這個夏天是完全用不到的 但是Dior經我上年的經驗 它是一個極度持久、極度薄透的粉底 所以我純粹是試試看 反正顏色的差別 混在一起用 完美 然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種護膚品 雖然我出過一條影片說 我正在做基礎食 但某些日子我都會用護膚品 最近就找到這一支 它的牌子叫Trilogy 香港好像是可以購買的 但我自己在Look Fantastic的網站 我都網購回來 純粹是買洗頭水的時候 因為差一點臭運費 就去買了這一支的油 它是一支有機的玫瑰果油 而吸引到沒有買這一支的原因 就是我聽說英國的王妃 都是喜歡用的 所以我就想嘗試一下 近鏡給你們看一下 超級黃色 但穿出來是很薄的 其實它聞起來是沒有什麼味道 而且它是容易吸收的 我經常都說 晚上你如果塗了一些很高水分的東西 一定要塗一個油脂在上面 去鎖水這個步驟 它是極度適合在這個步驟做 晚上你塗完之後 早上會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得很柔軟 然後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一把梳 這把梳是很大的 跟我的臉差不多大小 就是一把我在淘寶買的梳 它旁邊是有一個氣墊的 所以梳頭的時候 是有微微的彈性 它的梳位是很舒服 好像在按摩的頭皮一樣 但是這把梳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解決能力 不是非常之好 我平常在家裡用的梳會是Teggo Teaser 那一把其實它解決的能力很好 很順暢就可以解決到頭髮的結 所以看看你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梳頭想有那種overall的感覺 其實買一把都不錯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在上面鋪了一個粉紅色的網 這個不是跟梳一體的 就是在12元店買的 一批是有40個 裡面有一個個的網 我就安在這把梳的上面 平常大家的梳頭髮會很困擾 頭髮在梳裡面 完全清不完 很髒的 如果你有這個網 你可能一個多兩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 你直接拔了一個網 所有頭髮就會跟著 扔到 再之後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7月做了的一個 角膽白眼睫毛 treatment 的一個feedback 那是一位觀眾 他自己開了一個workshop 然後問我可不可以試做的 那好多謝他幫我去做了這個 treatment 那說真的 我本身眼睫毛的條件就不太好 因為我一個超級不好的習慣 就是我好喜歡蚊眼睫毛 那我是被那個觀眾罵了好久的 因為這個是令到我的眼睫毛極度稀疏 還有很多都很短 還有齊緻緻的短 因為一蚊可能就沒有了三四條 所以我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就沒有一些 睫毛比較濃密比較長的女生為美的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眼睫毛 你看到的雖然是塗了Mascara 但是我完全沒有用任何的睫毛夾 沒有用任何的電熱睫毛器 就已經是有這個的捲竅度 是很感動的這件事 因為我從來夾眼睫毛都要夾很久 然後我熱又要熱很久 我的眼睫毛因為眼皮比較厚 是向下跌的 所以要令到它長期持久的撅起來 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已經做了兩個多星期 都真的完全正在笑 是非常好 我會放回IG購物的名字 在下面大家去找各位觀眾 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七月最愛 就來到這裡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喜歡我這個 星星流星Cousine 我真的覺得超美 這個也是圖母牌的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連結 都可以去ROOM TOUR 那條影片有放過連結 在那裡的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尤其是錄的下午3點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